近日,知名人士洛婉恩在此发文谈到了肖战,这一次点评的是肖战的古装扮相,通过一系列分析,得到了一个结论,肖战是天赋演员,再加上非常努力,实际上,这就是肖战的真实状态。 值得一提的是,洛婉恩在结尾的时候称肖战不成功都难,确实如此,努力加上天赋,这样的肖战,当然可以成功。 洛婉恩发文表示,肖战古装扮相,风神俊逸,气度非凡,灵气动人,就是天赋演员,再加上肖战有很强的学习能力,努力敬业,不成功都难,也绝非偶然,确实如此,用郭德纲老师的一番话,就是老天爷赏饭吃,这是肖战的天赋。 更重要的是,有了天赋,肖战还非常努力刻苦,长久以来懂得坚持,不成功都难,一定没有问题,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非常认同,肖战的成功简言之就是天赋加上后期努力,这一点值得学习,至于肖战的古装扮相,确实如洛婉恩所说的那样,风神俊逸,气度非凡,肖战什么风格,什么类型的角色都可以驾驭,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惊喜。 总之,肖战是一位全能型的演员,也是一位优质正能量偶像,我们相信,接下来的肖战会更加精彩。 另外,肖战搭档人民主演的新剧《玉谷瑶》已经确定在暑假播出,肖战和李沁合作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也要杀青了,肖战的好消息越来越多,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结果。 肖战继续努力,接下来的路很长,一路同行,勇往直前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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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